新消息带您关心高雄市长陈菊 20号下午在市府中庭来发红包时 突然有一名女子扑倒在陈菊的面前 放声大哭 说快活不下去了 最新情况交给记者高梦柔 而主播就在小宁一前一天 20号的下午呢 是高雄市政府最后一天的上班日 我们看到呢市长陈菊在20号下午 是披着彩色的围巾 来发放龙年的红包 现场是大排长龙 所有的民众都想跟市长来紧红包 来说新年快乐非常的热闹 但是呢 没想到在队伍的最后呢 这名富人突然是放声大哭 跪倒在陈菊的面前说 自己快要活不下去了 我们看看现场困难的情况 我今天不好过 你慢慢讲 你慢慢讲 我快要 我没法过 是指我今年的三类被剧下 被剧下了 我即便是吗 重点 我即使到路上 他才被剧下了 市长陈菊 富人穿着粉红色的上衣 看到陈菊就放声大哭 哭得非常的伤心哦 不断的说他快要活不下去了 因为呢 他的低收入户的补助款 在过年之前竟然被取消了 也就是说明年可能就领不到这个补助金哦 让富人非常的绝望 因此呢 特地跑来这个市长面前的痛哭 陈勤希望市长可以帮帮忙哦 那陈菊也被这个囤乱的场面呢 也是有一点错愕呢 不过他也立即指示赛场的这个社会局的局长呢 将这个名富人呢 带到旁边仔细地询问他的情况 能帮忙就帮忙 不过在过年发放重爆的时候 发生这个这个富人痛哭 陈勤的这个情况的确实让现场有比较混乱一点 以上这刚好是情况将镜头交换给朋友直播 好我们谢谢孟柔的连线报道